上一次在河安遊演開唱的時候 有很多歌都變成族曲 然後就有一個歌迷朋友說 我不要聽到我的心碎琴歌被切成一塊一塊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用了一個這麼龐大的弦樂團 來彌補這個缺憾 謝謝雅思音樂藝術的這些美女們 接下來還是一些有大弦樂很有氣質的周回 接下來我要唱的這首歌呢 其實我每次在現場演出的時候 我都會有很深的感觸 尤其是越來越長大之後 我越能夠感受這首歌的歌詞 它在說的是什麼 常常我們居住在城市裡頭 明明你身邊就有這麼多的朋友陪伴你 有家人 有這麼多的人在你身邊流動 可是當你心裡面感覺到很空虛的時候 不管你身邊再多人 KTV唱得再熱鬧 你還是會覺得很寂寞 所以呢送給你們這首歌 希望今天是很溫暖的 不是寂寞的 喔 謝謝 哎呦你不要自己搜 就把我弄哭好不好 剛剛這位同學啊 他是我國中的同學 當然很多人都知道我人生當中 曾經經歷過一個很大很大的低潮 然後當我終於 那個低潮期四年終於結束了 我可以再進到錄音室裡頭 去錄音的時候 我突然間發現 我好像忘記了該怎麼唱歌 那個時候的周回真的很寂寞 然後 然後 就是剛剛獻花給我的同學 他陪了我 去了一趟心靈之旅 我們去了西藏 我說不想那麼早哭 結果到現在 那個以後送花的點不要選在這裡好不好 以後套照要套